大家好,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将国阵的主流武将统统都介绍过了 大部分的标红的武将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 今后的视频我们主要就分析的是组合的效果 虽然国阵的武将有76个,但是这些武将的组合有上千种 我们会在今后的视频中慢慢给大家寻找武将组合的乐趣 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把G灵章刃这个组合 这期我们主要分析一下G灵这个武将 G灵是拼点系的武将 单挑中带有拼点技能的武将并不多 身份局的武将有高顺的宪政 接关羽的异决和勤密的专队 当然在国阵环境中的注重的猎刃 也算是一个拼点技能 但是猎刃要求杀命中之后才能发动拼点 所以并不算真正的拼点系 一般带有拼点能力的武将 在单挑中对敌方的手牌控制非常明显 拼点非常克制没有摸牌能力的武将 而且G灵的双刃也非常克制三血体力上限的武将 因为三血体力上限的武将本来就存不住多少手牌 这样的话比我们多次拼点 对他的手牌消耗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用即将气质的手牌去拼他们的防御牌 保命牌 每回合拼一次 这样的话排差就能打出来 这样他们回合力使用手牌就非常谨慎 如果不防我们的拼点 很可能会被我们拼掉他们的关键牌 比如桃子之力的 而且拼用了之后我们还能出一张杀 回合力还有一张杀 很可能能够打出双刀的效果 那么三血小脆皮面对双刀的输出是扛不住的 这里我们简单谈一谈双刃拼点的技巧 一般情况下我们手牌质量高 或者是起力值降低手牌很多 我们不发动这个技能 回合力尽可能的打出我们的手牌 争取手牌数比起力值小异 那么下一轮我们摸两张手牌的话 我们用一张手牌拼一次 即使拼出了我们也不会弃制手牌 回合力手牌质量较差 或者是手牌数小于体力值 可以无脑的发动拼点 因为拼出拼引用我们也不会弃牌 还有一种思路是 决定要好敌方的手牌的时候 我们使用小点拼点 决定打伤害的时候我们使用大点 这样的话就跟敌方有一个博弈 也许我们用的是小点 敌方认为我们要杀他 就用一个K点来用对我们这个小点 这样的话我们是很赚的 那么下轮我们再用大点 他就没有大点了 单挑的环节 还有一种情况是 单挑的环节是无脑的拼点 因为单挑的话 每回合给他拼一次 它是非常难受的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 G0张燕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向性是非常棒的 因为G0的回合力的输出非常高 配合张燕的穿心 可以废掉敌方的组合的一个武将 那么我们通过G0强大的单挑能力 就能够打这个单挑就非常简单了 总之 G0是非常适合打后期单挑的一个武将 所以我们争取自己活到的后期 就非常关键了 只要我们能够进入单挑 可以说90%以上的武将 不是我们的对手 好的 下面我们来通过实际的录像 来看一看这把G0张燕的发挥 好的 视频环节我们开始 其实这两个选项皇者 这两个设例其实都可以选 让我选 其实两个都可以选 我当时选项的时候 我想的是 考虑自己要降低一下嘲讽 所以我选择的是群雄 因为群雄的嘲讽 肯定比卫国的嘲讽要低一点 现在嘲讽为王的时代 你嘲讽太高的话 活不到前期的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群雄 这两个都很强的 喜欢也是一个单挑的强将 好我们看开始看一下 携手一号位手量 他打下架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是个群雄 你尽量不要去选择手量 因为你手量的话 就把群雄大嘴 手量一波的射的机会 给浪费掉了 5号桃花 我们下家是一个小boss 是一个曹丕群雲 这个人不是卫国 姜薇出来 跳一手 因为姜薇现在 现在是两个卫国 他选择跳一手 也没什么问题 嘲讽也不高 然后国家再开一手栏 我们现在挂矿装备过就可以了 这一下非常亏的 可能曹丕身上是非常亏的 卫国非常亏 如果没有桃子的话 血量就先回复不起来 而且他现在又被三维机给翻面了 一血 被翻面是非常危险的 国家打一手 国家也没选择打我 我们弃闪过就可以了 我当时没选择杀的原因是 这边有一个姜薇 他随时都可能过来挑衅我们 所以我们手手里面多存一点刷 动画选择旧一手 其实如果我是动画 我就不会选择旧这个 河皮 浪费一个桃子 那么双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boss 动画关家可以EV2都组合 好 国家回到两血 我们这时候选择杀一手5号 你现在杀任何人 也非常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时候这个杀也气也是气 我们去杀一下5号 但是我们不要做收割5号这个人头的事 虽然我们不担心就是吃菜 终于让明将杀 你看这个马涛 马涛杀掉这个5号 气光所有的手牌 那么这个局势就非常好打了 我们把这个闪电给拆掉 因为现在这个链子 我跟这个国家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闪电不管是批我还是批国家 都是非常不类的一件事情 而且将会有一个关心 那么这个蜀国是肯定批不到的 蜀国批不到 吴国这个小桥也批不到 那么这个闪电对我们群雄的威胁是最大的 现在 动画国家死了 其实对我们 闪电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所以我们现在 马超未言也是个非常强的 只是他一手桃子 没有考虑到暗将的问题 他应该去选择旧一手 因为他那个桃子 我看他气的桃子有两三张的 挺多的 他其实旧一手暗将 不要去做那个非常冒险的事情 拼一手 现在我们去选择穿心 看能不能把这个姜维给搞掉 这个姜维还是非常烦的 现在我们速度稍微放慢一点 所以我们我们被他的潜行了 所以这个杀出不来 我们队友行动 这时候 孙上香子有一个小失误 就是这个无限给自己打了 这是我没选择拼脸的主要原因是想开这个桃园 因为这个桃园对我们这个势力来说是非常好的 我们两个人各回一血 我们杀一手 这样的话姜维是非常难受的 姜维留守牌就要被我们拼脸 不留守牌 就容易就要被我们杀 所以说他是非常难受的 我们火攻一下 看他是不是一个方片 如果是方片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 这把就可以围观将尾了 但是他 是一个红桃 没办法 现在他们的手牌是非常的紧缺的 因为他们一旦有手牌就会被我们拼脸 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们这个菜文机被控了 这个双刃的技能也发动不出来 我们这个队友其实有一个失误 小失误就是他刚才那个断点输出打到小乔身上了 然后小乔弹了我一手 如果他那个断点输出打到姜维身上 有可能这个现在姜维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所以说队友的思路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能够去推这个自上香 因为他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群雄 这个有距离能够杀掉的人是姜维 而不是自上香 自上香他又没有距离 而且有一个小乔 是很难杀的 关一手 给自上香关一手 所以说这个只能去推姜维 我们这时候拼一下 其实拼输了我们也不怕吃菜 我们手里有一个桃子 拼输了我们也不怕吃菜 可以就一手 然后还能给我们过两张牌 对 对 我绝对有一手 这时候我们选择 我们没有大点 选择拼一下这个小乔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三上香小乔选择吃菜 这个我是没有看懂 然后吃菜后 选择托管了 他可能是非常难受 因为他如果打我们的话 也还要被 被割 他如果 或者说是他 现在是保不住这个姜维了 哪怕只有一些生计 我也不会放弃 反正的反应 我敢杀你 好 让他搞 那潘哥红 我们没有办法 手中掉血 现在就是手牌数 比起力是多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就 就不要选择这个 双刃了 因为双刃如果他 专门留一个K点 去防击的话 你这个这一波 就打不出来 现在没有挑衅 我们就不画他 是个单马带 好 拼一手 那飞掉姜维的话 我们就非常简单了 然后再飞掉这个小乔 我们现在就是 G零这个 我讲跟一个白板的安乔 都没有任何技能的 我们现在拼赢 拼赢之后一刀 然后杀一刀 一个三血都不一样 瞬间会被我们 我们这也不怕断杀 只要我们有大点 就可以将他击杀掉 好吧 视频环节就到这里 排队的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波 这把算是一个常规的局 魏国亮将后 是一个小魏国 被盟军迅速地击杀掉 所以魏国的嘲讽非常高 即便是一个小魏 也会被迅速地 即使推掉 而我们一直狗 狗到鼠国 只剩一个的时候 进入IVA的环节 我们选择亮将 其实IVA的时候 队友有一次失误 将输出打得到小乔身上 小乔谈了我一下 那么这个局面 我们其实只能推将尾 队友没有跟着我的思路 去打将尾 而去打这个小乔 机灵的拼点 可以消耗 姜维的手牌 拼之后 还可以 大概率能够穿掉 姜维这个武将 姜维先杀我们 会面临背歌 先杀菜文鸡 会面临吃菜 断肠 即便有孙上香的睡觉 它也扛不住我们 双刀的输出 加上队友的输出 所以最终 孙上香 无赖 只好选择吃菜 我们顺利地 穿新掉姜维 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姬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